I love the world's stage Welcome to the show 沒有賣的賣不到的 可以健康膚色的人做參考 白皙膚色的人可以參考的顏色 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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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啊這真的是 怪怪的耶 嗨沛寶們我知道大家已經很期待 就是我去加州到底買了些什麼戰利品 所以呢在我的Vlog影片之前呢 我先來看一下我買的美妝戰利品的一部分好了 那基本上其實這次的旅程 我並沒有買非常多東西 因為我不知道耶 現在變得很理智 很多東西你會覺得台灣買得到 就不想要增重行李的重量 把它們帶回來 所以呢就是只買一些我覺得很該買的東西 好我們馬上開始 首先第一開始是TOT的刷具組 他們家的刷具膚花程度 我想應該不用我再多介紹了 之前很流行的美人魚刷具 獨角獸刷具 大家都瘋狂搶購 那這一次呢他們最新的是 紅鶴還有鳳梨 我覺得是還蠻喜歡的啦 它是44塊美金 相當於1300多台幣左右 有五支 平均下來一支大概是260幾塊錢 我覺得CP值算是還蠻高的 那對它的期待值呢 其實我有上網搜尋過 其他的美人魚跟獨角獸 大家是覺得堪用啦 沒有說到非常好用 但是以它的價位來說的話 算是很值得入手的一個小資女的新選擇 登登 五支超浮誇的大刷具 這一組的話呢 多半是著重於底妝修容跟蜜粉刷的部分 所以每一支都很大支 這兩個那個紅鶴的 拿起來很有那種魔法棒的感覺 然後咻咻咻 我要在TV聊天幫你 不是不是那個卡通 大概是那種魔法抖瑞咪啊 然後或者是小桃的常見的 嘿奇奇烏婆婆 練回去 之類的那種 好可愛喔 然後鳳梨 鳳梨很可愛 這一支斜角的腮紅刷 我覺得我應該會很喜歡 因為它的那個毛厚度跟尺寸寬度 是我平常腮紅喜歡使用的 然後另外一支呢 就是圓頭的 它也是可以拿來畫一些 晒傷的腮紅會蠻可愛 妝刷 我應該是現在用不上了 但它的刷毛 真的都很柔軟 好可愛 好興奮喔 我還買了玩具喔 顏色超鮮豔的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開箱的是 噔噔 FIMI的蜜粉 這好多網友留言說 想要我試試看 但是因為台灣沒有賣 FIMI的產品呢 我想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從他們的粉底液開始 我就很喜歡使用了 毛孔遮瑕度很好 那今年秋冬呢 他們推出了像是粉餅的部分 也不算推出來 台灣開始進了 就是粉餅 然後還有腮紅也 廣受好評 接下來我也會拍影片 給你們分享 那我今天呢 先介紹這個是 台灣沒有賣的 賣不到的 可是我買了 想要送給你們 這個的話呢 我買的都是偏白皙膚色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會反映說 底妝產品會有暗沉的問題 例如說你使用了 大概四個小時之後啊 你的膚色開始 就是臉變黑啊之類的 所以我買比較白的色號 是可以讓你去做一個 補妝的時候也好 讓它整體可以提亮一點點 好那我今天呢 我今天我十號好了 它打開之後是沒有送粉撲的 這樣也好啦 反正你平常就是用刷具使用 欸我打不開 喔手好痛 好痛 好痛 我的大母哥呢 在旅行的途中有一天要關車門 風太大 它被夾到了 嚇死我了 雖然沒有外傷 可是它現在一整個是摸到就很痛 裡面都是瘀血的狀態 喔不知道多久才會好 好困擾喔 我現在開任何的東西 像是飲料的蓋子啊之類的 我都沒有辦法打開它 它好痛喔 好那我們繼續 小心對待我的大脖子 然後我通常呢就是會把一些 我想要的用量弄在蓋子上面 再用刷子去均勻的沾附 拍掉多餘的 哇好鬆軟喔 好舒服 好 差不多 我覺得基本上它沒有改變膚色很多耶 所以它的色號是挑開心的 還是因為這本來就是我的色號 沒有啊它不會變很大就對了 好啦那我多鋪一點在眼周附近 等一下要畫眼影 如果眼影飛粉的話 我的底妝還有舊 然後這個蜜粉呢 基本上它的粉質好細緻喔 我隨便亂刷 可是也沒有什麼斑駁的感覺 好那我們接下來打亮如何 先來看這個好了 我覺得這肯勁好用 是Benevee的打亮 那這一款的話呢 是迷你的限定包裝 架上只剩下三盒 我就全部都買了 如果有更多的話 我一定會買更多 但是只有三個 它的話呢我覺得就是旅行很方便攜帶 然後還有很多人可能就是 打亮根本就用不完 因為你每次都只用局部在顴骨的部分而已 這一盒其實就可以用非常久了 是很美的一個粉膚色 那我覺得它的光澤不會過於浮誇 所以對於一些學生上班族日常使用 都是還滿適合的 好美喔 這樣刷上之後 然後又覺得皮膚變好了 好漂亮喔 它是有點偏金色的色調 所以我覺得就算你是健康膚色使用 也會滿好看的 就這顏色相當的百搭 那接下來看這個 登登 這個打亮超好笑的 它長得很浮誇 打開之後呢就是六個金屬色 而且是那種濁色 感覺會很髒 我覺得我好酷的一盤 所以就忍不住買了 但我想如果你是喜歡特殊妝容的話 也可以去試試看這一盒 好那我現在呢先 嗯 什麼試色啊 我單獨試一下 欸它單獨 單獨真的是 眼影吧 你看它單獨刷色還可以當金屬眼影耶 超酷的齁 藍色 綠色 紅色 然後紫色 五個閃亮的顏色 那混合在一起的話呢 我刷一下 喔超髒的 這什麼啊 這真的是打亮嗎 怪怪的耶 它變彩虹耶 我要把它用在臉上嗎 我覺得這顏色很詭異 再試一次 好像不管我怎麼用 它都是這種 很萬聖節的顏色 我像那個 那個Assence的美人魚 它雖然是很多顏色 可是它刷起來會是很漂亮的自然打亮色 這顏色 好奇怪喔 我剛剛上網查 就確實它是打亮沒有錯 它不是眼影 而且 有很多漂亮的顏色 但我買的這一個實在是有一點難駕馭 糟糕 可是我還 都買了一盒 好 有人對這種東西感興趣嗎 你會告訴我 如果你有想要的話 來點快樂的東西 正能亮一下 L'Oreal新推出的蜜桃眼彩盤 我想很多人都對它相當的感興趣 那我看架上只有三盒狀態比較好 因為他們那個和尚基本上都有一點點殘焦 那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囉 那這個配色呢 我覺得非常的日常 多半都是那種 就真的是蜜桃色 然後有最深的深棕色可以去畫眼線 也有打亮色 所以我覺得這一盤會相當實用 背後呢 也直接提供給你四種眼影的畫法 很適合新手輕鬆的掌握 有沒有很心動 我直接先把它刷色在手上 我覺得顏色好美喔 它的話呢 本質是很細緻鬆軟的那一種 會些許的飛粉 但是我覺得不會像是歐美盤這麼的誇張 這一盒的話呢 我刷色之後很喜歡它的這種 細緻光澤感的這幾顆 3號 5號 然後6號 11號都好漂亮 尤其是11號 它有點偏光的感覺 橘色跟黃色的色調 讓你在不同的角度看 可能會折射不一樣的顏色 跟這種蜜桃的感覺也很接近 所以呢 我直接 用後面的這個畫法好了 第二個是3號 10號 11號 剛好有兩個我很喜歡的顏色 我直接試給你們看 3號刷在眼頭的眼窩處 10號刷在眼尾的後半部 11號稍微暈染眼尾就好了 還有眼下的樓輕鬱 然後再用3號 疊在臥蠶的地方 好一次呢 只用3個顏色 就完成這樣子 很自然的一款日常妝容 好美喔 好美喔 好我剛剛呢 就把另外一邊的眼妝也完成 然後畫了個眼線 剛剛把那個手擦掉的時候發現 欸 我明顯的黑了好幾個色階 加州的天氣非常的好 旅行的好幾天幾乎都是天空中沒有任何雲的 太陽真的很強 只要太陽照到的地方 你都會覺得還蠻舒服的 會有一點曬的感覺 可是因為它的風是很冷 所以整個均衡在一起 那個氣候是很舒服 乾燥 你不會覺得說有任何流汗的情況 雖然你還是穿短袖 所以我現在這樣就全部都是一個短袖的印子 好糗喔 不過還好臉的防曬有做好 所以臉沒有變這麼黑 隨意分享一下我被曬黑的手 所以我的手刷色可能就適合給健康膚色的人做參考 哈哈哈 因為我的手已經變很黑了 那下次刷色可能我刷在這裡 就是白皙膚色的人可以參考的顏色 好接下來重頭戲來了 整趟加州旅程 我最期待的一個戰利品是它 Huda Beauty的玫瑰盤 這一盤呢我之前就一直很想要 可是一直沒有買 Huda Beauty算是我在歐美的眼影盤中很喜歡的 尤其是沙漠盤我很常使用 但我覺得擁有他們家幾盤眼影盤之後 對他們的新色就沒有這麼的期待 因為會有一種了無新意的感覺 就是這些顏色都似成相似 一樣就是上面有非常美的金屬光澤感 一些紅粉棕色玫瑰色調 這一盤的話我覺得拿在手上也是相當的喜歡跟有質感 但我今天沒有要試色 改天再特地為他拍一支影片如何 因為我好喜歡他們家的眼影 那我就順便把他們跟舊的一起做個比較好 我覺得也不用比啊 我覺得都可以收藏 哈哈哈哈 他們家眼影盤我沒有抵抗能力 好那接下來要介紹的也是他們家的 可是這一小盒的話呢 我比較推薦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鑽石九宮格 它的配色超漂亮的 旅行的話呢 你不會想要帶這麼一大盤眼影盤出門 佔行你的重量 然後也怕說它在運送的過程中被摔壞了 你會心疼 但是這個九宮格它比較小 而且一盒都是很好看的顏色 然後等一下打開來給你們看真的你會尖叫 所以我買了這麼多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實在太漂亮了 雖然也沒有很便宜 可是我覺得它是還蠻值得擁有的 然後多買了送給你們 紫色是因為我的髮色現在是紫色 我覺得跟我很搭 但它可能沒有那麼日常 所以我就只買一盒 好我們先來看紅色這一盤 這一盤我好喜歡喔 還有大地推薦 我其實這次帶的眼影盤 都是偏大地色調 偏向那種快速上妝 五分鐘之內可以完妝的 因為帶小孩嘛 所以不希望上妝時間太久的眼影盤 但是我大概到旅程的第四天 第五天的時候 你開始覺得好無聊喔 我每天的眼妝都長得一樣 瞬間就失去了拍照的動力 所以就買了它們之後 我馬上開了紅色這一盒 完成我繼續的旅行 最後後面的旅行呢 我就有一些就是直接用它上妝 好喜歡好喜歡 每天都好喜歡它 打開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配色 就是有它們家眼影最經典的 超閃金屬光澤感 這個的質地呢 是有一點濕潤的 所以它的光澤感會很強烈 然後呢 也有幾個霧面 可以去做搭配跟暈染的 我直接呢 先把它們刷在手上給你們看囉 有沒有很誇張 這麼的一小盤 九個顏色 可是就已經有它們 最經典的這種金屬光澤感 而且每一顆都好美 而且呢 這裡面的色調 遍極了像是這種金色 橘色調 然後還有紅色跟紫色 所以這一盒就可以讓你完成 很多種不同色調的眼妝 你可以自由去玩 很多顏色 甚至是你單獨使用 都還蠻強眼好看的 這盒真的太漂亮了 接下來我們再看黃色這一盒 打開之後 有沒有覺得它配色真的很美 你可以 嗯 完成很多種不同的眼妝 單獨使用黃色的霧面 然後搭配這種金色的亮片 你也可以使用這種橘色的 然後去搭配這種橘色棕色調 然後呢 甚至像這一顆 它單獨拿來暈染在眼窩 都非常的好看跟誇張 然後配一點點金色的光澤感 超美的 我直接已經先刷色在手上了 那這一盤的每個顏色 我覺得都是相當實用 絕對用得到 單獨使用也很好看的 尤其是這些金屬的金色 真的是你可以用到見底 不會有任何浪費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看一下紫色這一盒 配色也很美 我刷在手上 你們可能會更驚豔 各種紫的色調 然後浮誇的亮片跟光澤感 好美好美的一盒 那如果你本身喜歡這種紫色調眼影的話呢 你可以去試試看這一盒 但它也可以完成那種偏粉色的眼妝 好啦我覺得如果說你是對於歐美眼影盤感興趣的話 Huda Beauty絕對會是一個 我覺得值得入手的 它的顯色度跟光澤感 還有每一盤 就算只有九色的這種配色 都很值得擁有 我覺得真的好漂亮喔 好美 我現在就忍不住好想要用它們上妝 可是不行 因為我接下來還有工作 就是要畫日常妝 那這些我沒有試到的眼影盤 我會接下來繼續 就是在拍片給你們看 不用擔心 因為我的發片量應該算是很大吧 對不對 我是很勤勞的 就是在更新我的影片的 所以不用擔心 之後的影片一定會有使用它們上妝 好那還有我現在手上這兩盤呢 純粹真的只是拿來當禮物的 所以我沒有要試色 只是要拿來送 因為我已經有太多類似的顏色了 但我覺得這兩盤的整體包裝質感 跟它所擁有的顏色 很適合送給想要畫一些日常妝的配飽 尤其像這一盒 它很可愛 下面還有這種鮮艷色調 我覺得你去混搭一些俏皮的妝容的話 我覺得會蠻適合的 這兩個是直接拿來當禮物的 那彩妝品的最後呢 我有買一支液態唇膏 因為這個太多人都在推薦好用了 那這次的新色 我覺得蠻好看的 所以我就把它買了 可是因為我真的是覺得唇膏多到永遠用不完 我就比較沒有購買慾望 這個的話呢就是想說買來試試看好了 分享一下我的新的感受 我覺得它的味道沒有很重 可是是臭臭的 不是香料 是真的是有一點點臭臭的味道 那我現在素唇有點乾 我直接先塗一下 它的顏色如果你單獨使用的話 會很暗黑色系 整個看起來很酷齁 那我沒有打算讓它塗全唇 我要用手指暈染一下 它暈開之後 這樣子的顏色是我喜歡的 有一點點的黏膩感 但這一款我記得它不持久 我吃東西的時候它就掉了 可是這顏色好好看齁 酷酷的 那其實這一款液態唇膏 壓倒我會購買它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我在迪士尼排隊的時候 前面的女生就照著鏡子 直接用這一支再上唇 然後我發現它暈的顏色很漂亮 就是一整個很霧的邊界 所以我就去Sabora的時候就順便 買了這一支是新色唷 好分享給你們 好啦以上就是這次我去美國買的彩妝戰利品們 然後呢有準備了 就是12份 就是要送給配寶們 所以呢有興趣的話呢 就是收看我接下來的美國的旅行Vlog 在裡面留言就有機會可以獲得囉 也記得打開影片資訊的地方 可能就會告訴你說 怎麼參加抽獎啊 這次的禮物是什麼 所以要打開喔 好那我最後呢還有買三個 貓咪的耳環 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我每次拍影片 大家都在留言這個 貓咪的髮枯 我是在淘寶買的 建議大家直接用圖收的方式 就可以找到同款或類似款 那它的彈性非常的好 所以戴完之後你的頭是不會不舒服的 這個貓咪髮枯是因為我覺得它好像很可愛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它是三個好像不到七塊美金 大概就是六七塊左右 我覺得很可愛 所以之後或許可以看到他們出現 而且還蠻可愛的喔 很低調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我要趕緊繼續工作了 當然也歡迎你們留言告訴我說 你最喜歡我這次買的哪一款戰利品 或者是想要先看我今天買的哪一些眼彩盤 然後還沒有開箱試色 你希望我先用哪一款來化妝 都可以 隨意的留言 看你們的留言 也是我覺得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好謝謝你們 我先忙囉 Bye 喜歡影片按個讚喔 Bye Bye